男主徐清风从小因为父母离异 自己被母亲徐救了一手带大 所以他觉得自己儿子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 但凡只要有女孩子靠近自己的儿子 徐木就会把他当成敌人 所以导致徐清风30多岁了还是单身 女主关于晴因为父亲关永年 重男轻女 再加上关父和关弟整天对关于晴进行压榨 所以关于晴只好把精力都用在工作上 因为原生家庭的痛 让两人都害怕恋爱 所以两人在感情上都迟迟没有音讯 以至于后来关于晴和徐清风二人 虽然对双方都有好感 却因为徐秀兰对关于晴的印象不好 只要二人每次有一点点的交集 都会被关母立马跳出来制止 因为之前邻居的案例 徐清风也害怕自己的妈妈 以同样的方式伤害关于晴 而关于晴却影响到平日里 自己父亲对待自己的样子 她也害怕父亲关永年伤害到徐清风 所以导致两人虽然互生好感 却一直没有跨出最后一步 到最后也只能是不了了之了 这让他们两个感到头疼 关于晴和徐清风 就像我们现在社会年轻人一样 本来两个人谈恋爱就不容易 因为家庭和工作 就更没有时间谈恋爱 即使遇到心爱的人 又被各种客观因素而阻拦 所以遇到了喜欢的人 也不敢轻易表白 直到后来 两人因为帮一名老人寻狗时 一个小孩骑车要撞到关于晴时 徐清风一把抱住关于晴 这才使他们两个彻底失手 走到了一起 但迫于父母的原因 他们谈恋爱后 一直不敢公开消息 但是徐清风心里很清楚 他的母亲知道后 一定会阻止自己和关于晴交往的 所以徐清风不想一场梦多 就立马和关于晴 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两人直接拘领了结婚证 后来徐清风就把关于晴带回了家 可是徐清风不知道 这时的关又年 和自己的母亲徐秀兰 也在自己的屋子里 当两人即将接吻时 这时藏在沙发后面的关母 实在看不下去了 赶忙出来制止 但关夫却很高兴 还让两人积蓄 这时的关夫还和关母吵了起来 这对于还喜严家 真是让人苦笑不得